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印度TCS在第二季度收入不及预期后 因需求恢复担忧而下滑 本田和三菱公司签署协议 以优化电动汽车电池的使用 日本企业将发行数字货币 以进行清洁能源交易 好莱坞演员罢工 制片公司暂停谈判 中国贿赂、泰国妓女和对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的爆炸性证词 卡罗林·埃里森对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的第二天证词结束了谎言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印度TCS在第二季度收入不及预期后 因需求恢复担忧而下滑 路透社 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的股价下跌 原因是该公司报告称 由于客户支出疲软 第二季度收入低于预期 TCS在九月份季度的收入增长了7.9% 达到了5969.2亿卢比 约合71.8亿美元 但地域分析师预计的6024.4亿卢比 杰富瑞分析师表示 疲软的业练和低迷的招聘前景表明需求复苏尚未出现 然而 他们补充说 大型交易的获胜可能会在下半年带来更好的增长 TCS的业绩为印度IT服务行业定下了基调 该行业正面临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不确定的环境 本田和三菱公司签署协议 以优化电动汽车电池的使用 路透社 本田汽车和三菱公司已签署协议 探索利用电动汽车EV电池的新业务机会 两家公司将重点研究将EV电池用作静态能源储存 和智能充电等用途的能源来源 他们还将合作开发车辆对电网系统 该系统允许将存储在EV中的电力供应给电网 该合作旨在找到EV电池 在不再可用后的环境影响解决方案 并为客户提供诸如降低电费等好处 日本企业将发行数字货币 以进行清洁能源交易 路透社 包括GMO清空网银行 互联网倡议日本IIJ和加密货币交易所 Dekai在内的一家日本企业联盟 将于2024年7月发行一种名为DCGPY的数字货币 用于清洁能源证书的交易和结算 该货币将通过区块链技术以银行存款作为支持 DCGPY的推出可能会对日本央行 发行自己的数字日元计划产生影响 并使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 看到了由银行存款和区块链技术支持的数字货币的增加 该企业联盟包括三菱、UFJ金融集团 三井驻有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等主要银行 一直在研究建立数字支付的共同结算基础设施的方法 好莱坞演员罢工 制片公司暂停谈判 路透社 根据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MTP的说法 好莱坞制片厂与Sagapture演员工会之间的谈判 在工会提出最新提案后被暂停 这个代表16万电视和电影演员的工会于7月14日罢工 要求提高基本工资和流媒体电视的剩余支付 以及对娱乐中人工智能AI使用的限制 MTP表示 工会目前的提议包括一个每年花费超过8亿美元的观众奖金 被认为是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 中国贿赂、泰国妓女和对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的爆炸性证词 卡罗林·艾利森对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的第二天证词结束了谎言 雅虎 卡罗林·艾利森·卡罗莱·艾利森是Alameda Research的前首席执行官 他作证指控前男友和加密货币大亨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San Beckman Fried 称当他的加密帝国开始崩溃时 他感到如释重负 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停止撒谎 他表示 班克曼·弗里德只是他使用FTX客户资金偿还Alameda的债权人 尽管他意识到这样做存在风险 他还透露了一起与中国官员无关的贿赂事件 以取回被锁定的资金 凸显了班克曼·弗里德对他的信任 他说 他和一小部分FTX和Alameda高管向中国官员行贿 以确保被锁定在中国交易所的资金 这起事件与对班克曼·弗里德的欺诈指控无关 市场是否足够认真对待加沙冲突 彭博社 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有限 黄金和美国国债紧略有上涨 股票价格上涨 能源股下降 油价反弹后又下跌 然而越来越担心市场反应应该更大 特别是如果冲突升级涉及伊朗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石油价格飙升 导致其他风险资产的大规模抛售 国防股已经上涨 有可能进一步上涨 此外 其他可能提供保护的资产包括石油 贵金属和国债 丰田和初光联手大规模生产全固态电池 路透社 丰田和初光新产宣布合作开发和大规模生产 用于电动汽车F的全固态电池 两家公司计划在2027-28年商业化下一代电池 并进行大规模生产 丰田此前宣布计划引入高性能电池 以提高未来AIDS的续航里程和降低成本 全固态电池有望比目前的液态电解质电池储存更多能量 并有望加速向AIDS的过渡 然而 目前全固态电池价格昂贵 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保持高价 马来西亚表示 TikTok未完全符合当地法的要求 路透社 马来西亚的通讯部长批评了短视频应用 TikTok对该国法律的不满意的遵守 该部长呼吁TikTok采取更多措施来遏制其平台上虚假新闻和诽谤内容的传播 TikTok承认了自己的不足 称其在马来西亚没有代表 该国一直在加强对在线内容的审查 特别是与种族、宗教和皇室等敏感话题有关的内容 极端租赁 阿姆斯特丹的两级制度将租户与房东对立起来 金融时报 在阿姆斯特丹 租金上涨和可负担住房短缺已经使这座城市成为许多居民的金融噩梦 荷兰首都的平均租金在4月至7月间上涨了7.6% 达到每平方米26.55欧元 31.15美元 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英国脱欧后白领工人的涌入 以及新的规定限制了出租房屋的数量 荷兰政府还增加了对房东的税收 导致许多人出售了他们的房产 这进一步减少了一个已经面临住房短缺的城市的租赁住房供应 荷兰的两层住房制度将一些住房限制在社会租户之内 也加剧了这个问题 政府计划降低社会住房的门槛 这可能会将32万7500套未受监管的租赁房产 转移到全国社会租赁市场 土地供应短缺和建筑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 也阻碍了建筑项目的进行 工党力争重演历史性的补选胜利 而保守党的支持逐渐减弱 金融时报 工党希望在即将到来的塔姆沃斯补选中取得意外胜利 该地是西里德兰兹地区保守党的大本营 这次补选将于10月19日举行 由于前保守党议员克里斯 评撤因性骚扰丑闻辞职 导致了这次补选 尽管塔姆沃斯保守党的多数优势近2万票 但工党希望利用当地对保守党的不满情绪 如生活成本危机 犯罪率上升和长时间的国民保健服务等问题 一些传统上投保守党票的当地居民正在考虑转投工党 尽管还有一些人对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持保留意见 脱欧问题也可能对工党不利 因为塔姆沃斯在2016年公投中强烈支持脱欧 而工党在2019年大选中支持进行第二次公投失去了选票 然而工党一直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他们不会重新加入欧盟 旨在安抚怀疑欧洲一体化的选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专注于观察和分析全球新闻 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个新闻话题 首先我们聊的是印度TCS第二季度收入不及预期 这对于印度IT服务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也可能预示着美国和欧洲市场需求不确定的环境 不过大型交易的获胜可能会在下半年带来更好的增长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讨论了本田和三菱公司合作优化电动汽车电池的使用 这个合作旨在找到电动汽车电池在不再可用后的环境影响解决方案 并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好处 比如降低电费等 这对于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也有助于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 我们还介绍了日本企业联盟计划 在2024年发行一种名为DCJPY的数字货币 用于清洁能源证书的交易和结算 这将增加日本数字货币的种类 也可能对日本央行发行自己的数字日元计划产生影响 这是一个有趣的动态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还谈到了好莱坞演员罢工的情况 演员工会要求提高基本工资和流媒体电视的剩余支付 并对娱乐中人工智能的使用提出了限制 这个事件可能对好莱坞的运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后续的发展 接下来我们聊到了中国贿赂 泰国妓女和对山姆 班克曼·弗里德的爆炸性证词 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 这起事件与对班克曼·弗里德的欺诈指控无关 我们还讨论了最近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目前市场对冲突的反应比较有限 但如果冲突升级设计伊朗 可能会出现石油价格飙升和风险资产抛售的情况 这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最后我们谈到了丰田和初光星产 合作开发全固态电池的消息 全固态电池有望提高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和降低成本 对于推动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不过目前全固态电池的价格较高 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商业化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话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现在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